是Kendy跟Jackson这一侧 屁股们来人了呀 房顶 房顶这个人如果倒了的话 其实 XCG还蛮有机会 真的倒了 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夹之势 Seventeen也被打掉 三个 他好准 你看他这个瞄点真的好准 但子弹不够了 最后一锁子打一个够了吧 难道这个 已经锁定在一楼了 其实这个时候跟队友 打了一丝血 哎呀 几乎是无伤灭队 我是真的想不到的 而且还是一个比较穷的队伍 没错 所以我给 股子 而4M这边就不一样了 知道你是分彩的 原住民肯定会贪 直接抓这波timing把你打掉 关键是 应该是IBB他想去 XCG那边想看看什么情况的 这途中的时候队友给信息 桥头来人了 回不来了 来不及 是的 所以说就倒在那个飞 有点伤了 他不知道 这个MCG前置 这个队伍那么快 但是他一个人其实在这也挺危险 因为后面人都没来 是的 补不了枪 最保险期间就是 我能进N港 最起码我再圈 对吧 是 DT打了TMA的鹿鹿 两边是在诊所山上 我TMA站得好散啊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救了 都被补掉了 打到一个是最好 看赌桥 看赌桥 是的 先放过去 这边也是 呃 李俊桐被直接放倒 哎 但是这个人没有完全放过去 那不就压力给到了 镜 呃 这边大厅应该是又吃了一枪头 对于时期来说 也是想好了 要把这分给拿下 面对自己老队友啊 真的是打得好狠啊 桥内头两个人 赶到另一边啊 边是 那边愚人也是出枪 将Ninja给打倒了 嗯 应该是高点抽吧 这一年准备一滴的 哎 但是有烟 但是有烟里面 有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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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嗯 枪和投资物的配合 而另一边烂然是找到伏地的实际兽 这波是肯定要补啊 分数啊 队友都没了 肖子倒 可能还是因为 你这个时候不可能全部放过去 嗯 那这波驾车证的话是能服的 嗯 这波小丁萌应该是找不到 找不到什么比较好的机会了 能补吗 这个角度 这两天 肖定鹏的状态确实是 回复的比较快 因为第一周感觉 整体 整体队伍的状态就不是特别好 嗯 这一周感觉是 拉回来很多了 好像DT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被捶了 是的 但是距离上看起来 又很安全 哦 I7在打MCG I7从背后被刺了 嗯 是的 有驱赶这波 哎 但是另一边 悟空也来了 对 他没想到还有第三队 本来以为就赌一队就可以了 而且在这里也纠缠太久了 因为这个降路并不是场上最慢的队伍 悟空才是 悟空是S吃的 两边应该是都能救 我里面就是以毙了 要以 但是这个位置判断并不是很好 对方已经被捕掉了 嗯 开车的位置进去之后 后续看 如果说有队伍出不到圈的话 有可能会撞过来 是的 我这还服不了 零度在很远的大白楼 只能靠SOMER去救我 那其实R7的这一波出枪反而是拯救了DDT啊 所以MTG这波 布阵 就付了个寂寞 确实 而且也被补过 是的 MT也只有两个 就两个 看着四脚朝天 就你们车技得练一练了 但是身法还不错 啊还是倒逃不过 这个枪枪太多了 他们两个都没逃过 嗯是的 翻车点也太尴尬了 你把 来了 这波要堵了 直接出枪 那大家也有一个吗 预备放倒 车上 皮革男还得是皮革男啊 但小费血量太低了 他先补人吧 先补人 那个车已经过了 哎呦 这波其实我觉得 小费的想法应该是 他觉得三圈蓝圈伤害 对方是能服 他想第一时间 先把分数给拿了 是的 他这个只能慢慢溜车 然后在边上等 因为他车身动静太大 一旦被SMS逮到的话 他再也不可能进圈了 是的 那后续郁郁已经被 没药了吧 还是在打药 打起来 打起来 这个 不知道郁郁到之前 有没有把药丢 丢给派罗马 应该有 那看来其实刚舔了些盒子 也不是很负 是的 哇 这两圈也太准了吧 Q-type 我就听到了 棒棒 直接重拳出击 两圈就给小费打倒了 而那一位老局还以颜色 难打 但这个车后面的话 你不好补 因为蓝圈正在收缩 所以说在这一波战斗当中 两边都讨不得好 考虞不管他了吧 考虞 蓝圈收缩过来 感觉是应该不太好 因为四圈 你但凡沾一点就没打完了 是蓝圈过来了 这个其实时间拖的还是 就是刚刚FTI扔几个雷 拖时间拖的倒是蛮有用的 但FTI就救起来了 对 FTI因为确实两边 这个也是经验问题吧 我觉得 判断的速度很快 全里面 看吧 该来的还是得来的 带枪指挥 正面 我打两个Summer 这不要硬补 但是山上有枪线啊 是的 捕人的时候还小心 其实他爬到这个位置 别人也捕不到了 四圈了 只要没了毒 他是闭死的 我这两个人给I7打没了 I7这波真的是超级难受的 这个属性问题就摆在这里 先别着急说 因为他们接下来竞圈特难 他两个满面队在看他 是的 我只能说这波MCG只能说是保底吧 是的 只能保底了 在烈士开局情况之下 拿到五分 应该还算能够接受的 这一瞬间就没了 他只能掉转枪头 是的 雷达战也太香了 那场就底波 这个埋得非常不错的 有雷吗 柏梁其实离他很近 奥龙斯根也倒了 那哇最上面最下面都出问题了 是的 这波DL小举把人都打崩了 这个两个人的强 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小举这波打了成尊的伤害 几乎打了一有三分之二个人 因为这个血量加起来的话就算了吧 对吧 确实 精准的数学 嗯 今天感觉DSS在正面街团上面 确实打处理的还不错 现在目前FTI只剩薄良一人 这扔了个啥火过来 烧到了吧 DSS 有点难搞了 你必须得正面赶紧突破 将FTI的分数给拿下 DDT就在自己的背后 全是分啊 这对于DDT来说是个 是个拿分的好机会 今天毕竟是拼爆发的 今天博仁 博仁也暴露了自己 知道你在篮圈里面 两个人都是 在等对方的信息 但是国梁这边因为吃篮圈 会更加倍 而且没要啊 是的 只能出烟 哎呦 没给分 是 这波其实对于DDT来说 有点难受的 这分没拿到 但是DDT这块空掉了 这一波当中 只要不掉人 就是赚了 李完事会不会想去那个炮楼 他不会和SMS想的一模一样吧 但是就一个人啊 要被移了兄弟 吓了 SMS一跳 直接撞树 这个开车的是谁 这个开车的 说实话 也是没进去干了 里面悟空 已经踩到头上 两个人集结 SMS完全没想到 自己屁股们拦人了 嗯 那考虑是救不了了 悟空这个是真极限这吧 这两张 寿爷 能救吗 尴尬 因为现在炮楼有人 山上有人 他怎么过这个圈呢 这个过 扛住高点的RBS 就可以拿下这个大坑 哦 还可以再等一下 因为南边没有人的 是的 已经进入到 能吃排名分的阶段了 嗯 倒下来 打铁 小鹿倒了 911的连鞠放倒 是的 两边隔着马路 一直 利尼吉普 刚才也有翻成那样的 啊 车上直接被放倒了 小鹿 CG的一个包围网 车上直接开椅 杨杨能顶住吗 因为这两个人 打下来一个 一丝血枪 批个就是不打药 很自信 没眼睛的会比较慌 这个墙线角度 让FM实在是难以招架 我以为会 就是FM会跟GFM互肥 我没想到他直接就冲脸 是的 但是 呃 是因为FM 他是要刷新吃篮球伤害的 另外一边DTT好像用雷产 是 911完全不知道 这波出枪能秒掉吗 这波没秒掉 太远了 这个地方 你真的很难压的 那911 我倒是觉得 有可能要出大事 就是577和911这里 现在是有点 父辈受敌啊 XT那边也在输出 蓝博 没掩体 577今天也是 有如神柱啊 但是高点 过点的时候 611还是被MOS 发现 这个位置已经救不了了 只能靠近 两个人输出 哇 三方混战 DT还在寻找机会拿分 SMS已经被处理掉了 一丝血 直接被577收下 已经来到四个淘汰 这个时候连三 难的 来了 这个进点突破 这个雷能扔出去吗 扔到了 但是对方枪更快一点 哦 577跟高兴 两个人配合 两个人拿了八个淘汰 我晕了 还有四个队 我四 三 过点 许神应该是出不去了 五森 摸眼打不留 有点难 拿头打不留 他又没有眼 这个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是不会吗 蓝圈也太快了 但是余人过来了 不给机会啊 三倍镜也就没想抽吧 有雷这个位置 利用雷能补吗 已经进入到四野盲区了 人火 想把雷留到后面打决赛圈 但是这个距离好像应该是烧不着 能烧着吗 不行 烧不了 烧不了 差一点距离吧 12月来了颗雷 超好没说 这是12月来了一颗 手雷能降万物 所以北部支队 他根本就没有压力 那这边也是 就是高低 高低差太要命了 这高低差是天 就是天 哎 这不会被反杀吧 不会不会 好的那么恭喜阿比